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演技被潮戏路走窄的85花,该如何转型? 三人已经做出了表率。 四旦双兵增为内娱影视行业的繁荣,贡献了不可磨灭的成绩。 在2010年前后,四旦双兵要么逐渐隐退,要么接连出世,85花们则成为了接班人。 而且至今都是内娱流量花中的中流砥柱。 当然了,尽管85花们几乎承包了近十年的爆款剧,且个个颜值绝美,但这个群体普遍被诟病的点是演技。 90花中,周冬裕成为了内娱最年轻的三金影后,杨子被公认是兼具演技和流量的新一代扛剧女王。 00花中,文奇拿到过金马奖最佳女配,张子峰增提名金鸡影后,赵金脉凭借正午阳光的剧开端,华丽逆袭成演技小花。 但是反观85花,杨幂,刘诗诗,赵丽颖,唐嫣,妮妮,景田,刘亦菲等,被公认是演技派的其实没有几个,更别提在电影方面的成就了。 除了演技被吵之外,85花们还面临一个尴尬,那就是30多岁的他们戏路走窄了,被仙侠剧抛弃,却没实力演证据,转型迫在眉睫,但前路迷茫。 当然了,或许不少粉丝不赞同转型这个说法。 但是要知道,85花们的年龄确实不小了,仙侠剧,古偶剧和献偶剧的资本方,他们对女主的第一选择必然是90花和00花。 当然了,85花们目前有着90花和00花难以比肩的国民度,而且状态普遍保持得很好,他们可以继续演仙侠,演古偶,演献偶。 但问题在于,和他们差不多同龄的男演员,状态却都不尽如人意,所以资方只能选择小鲜肉与其搭档,但这又会暴露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观众的接受程度,以及男方粉丝们的反应,如果聚集质量差,那么被割的一定是国民度更高85花。 所以说,演技被吵且如今把戏路走窄了的85花们,是需要慢慢转型的。 那么,他们该如何打破这个困局呢? 其实,有三人已经做出了表率。 第一位,赵丽颖。 赵丽颖在85花中算是后来者居上,凭借大女主剧花千古爆红之后,近七年来和杨幂位列85花前列。 赵丽颖的《成名之路》,和其他85花并无太大差别,也是靠仙霞和现偶两架马车,比如花千古、青云志、珊珊来了,你和我的清晨时光。 但由于赵丽颖是从配角逐渐成长起来的,所以她在《85花》中的演技是公认强于其他人的,以至于笔者认为从正五阳光的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开始,她就开始了转型。 至于《知否知否后》的尤斐,笔者更愿意相信那是她产后付出需要迅速增加曝光度的无奈之举。 尤斐后的《谁是凶手》是玄一剧,呆波剧幸福到万家和野蛮生长,前者是农村扶贫剧,后者是都市商战剧。 结婚,生子,离婚,赵丽颖的人生步入了新阶段,她的演艺生涯也开始了新阶段,告别仙侠剧和偶像剧,主公类型剧,为《85花》的转型,率先做出了表率。 第二位,妮妮。 身为某女郎的妮妮,演员生涯的起点很高。 在安施张艺谋的忠告下,妮妮出道后曾是远离电视剧的,但可惜她在大荧幕的成绩并不好,甚至面对记者采访时,说自己没有作品没什么好采访的。 或许是团队着急了,所以妮妮在2018年首次出演了电视剧《天城长歌》,而且争取到了和陈坤搭档。 天圣长歌之后,妮妮又和影帝张震合作了仙侠剧《陈希元》,尽管热度一般,但是在仙侠剧粉中,是一部被忽略了的遗珠好剧。 从以上两部作品来看,妮妮兼顾小荧幕之后,团队给她规划的录就是《85花们》的典型录,宫廷全谋剧和仙侠剧,就差线偶剧了。 庆幸的是,在天圣长歌和陈希元之后, 妮妮的团队没有给她安排低质量的献偶剧,而是搭档刘诗诗主演了聚焦女性的情感剧《流金岁月》,再次证明了自己的演技。 值得一提的是,妮妮和邓伦主演的呆波剧《夜旅人》,尽管题材是爱情剧,但有着两个时空的奇幻设定,笔者猜质量应该不会差。 第三位,景田。 曾经的景田,背负着强捧之耻的骂名,但是去年凭借一部《思藤》,景田不仅打破了演技不好但资源无敌的质疑,而且好感度迅速攀升。 当然了,除了景田个人的演技、颜值、身材和气质等方面外,《思藤》这部高质量的剧,确实给全剧演员都加持不少。 比如尽管《思藤》的制作成本不高,但是剧组把钱花在了刀刃上,坚持在相隔里拉时景拍摄,特效尽可能写实,群演几乎都是现场随机抓人等。 比如服装师把自己《思藤》的旗袍贡献给了剧组,比如剧中的某些配饰都是浮化到老师们在云南的古镇精心挑选的,整个剧组对《思藤》的用心程度可见一般。 虽然景田不是思藤的原定女主,但是不得不说景田现在选择剧本的眼光真好,尽管流光之城的热度和口碑不如思藤,但女主逢是真的人设很讨喜,只可惜男主差点意思。 综上来看,85花如果有明确的转型需求,或者说愿意转型试一试,那么类型剧是它们的最佳选择,比如赵丽试过的悬疑剧和农村扶贫剧,尼尼试过的女性题材剧和奇幻爱情剧,景田试过的奇幻剧以及有谍战剧味道的民国剧。 此外,严肃的职场剧,警匪剧,犯罪剧等也是85花们可以尝试的题材,但最重要的前提是剧本要扎实严谨,爱情戏不能宣兵夺主,甚至没有爱情戏都可以。 早不举早尝试,85花们距离40岁不远了,希望到时候不会还有人在偶像剧里打转。 幸福到万家,外柔内刚的赵丽颖,最美的作品就是她自己。 近期网传赵丽颖主演的幸福到万家马上要在优酷和央视播出了,忍不住去了解一下,谁知越了解越被真实的赵丽颖吸引。 竞争激烈的娱乐圈里,自有百花争艳,也不乏凉风百雪,欲想好景常在,唯有坚持原则做好不忘初心的自己, 那个真实如斯,清醒如斯的坚毅女子就是她,赵丽颖。 1.幸福到万家 郑小龙导演,赵丽颖颖主演,国家广电总局重点扶持的,一部讲述当代女性成长史的剧作。 抛雀浮躁与悬浮的职场剧惯性,聚集生活中真实又立体的小人物, 讲述农村妇女和幸福赵丽颖是生活与事业的方方面面, 展现中国当代女性独立自强,坚韧勇敢的精神面貌, 是一部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奔小康的故事。 2.导演推荐的三个理由 对于电视剧《幸福到万家》,导演郑小龙给出三个推荐理由。 1.故事有张力 句号 导演介绍到,剧中官司很多,涉及到激烈的矛盾,会很好看。 2.演员表演好 句号 导演透露在最初选角的时候,赵丽颖就是女主角的第一人选, 但由于一些原因没有立刻达成合作。 后来几年接触了很多演员,感觉都不合适。 几经辗转,机缘巧合,这个角色又到了赵丽颖手里。 导演评价,还有罗进、刘薇、唐增等演员,整体表现都很好。 3.受众面较广 句号 导演说,这部剧是拍给老百姓看。 有生活感。 不只是农村人,也面向想了解农村人生活现状的城市人群。 3.和幸福的第一人选 赵丽颖是郑小龙导演心中和幸福的第一人选。 除了银宝演技在线,口碑好,更重要的原因想必是银宝农民出身的家庭背景, 会让演员本身更容易发挥,拍摄过程中也会激发更多的创造力。 或者说实际的生活经验更能让演员演绎出身同感受的精彩故事。 另外银宝本身具备和幸福的任劲儿,出生在河北廊坊一个小村庄里, 赵丽颖没有上过多少学,中专毕业就出来打工。 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人只有对自己狠,才能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才能活出自己的一片天空。 漂泊15年,43个角色成就一线明星, 其中经历过因为生于农村又没有高学历被人打击过, 可就是 这种经历却 磨练 出他坚强的意志以及顽强的个性。 3 最美的作品是自己赵丽颖。 19岁雅虎搜星进入演艺圈, 没有行内经验和学历, 在冷嘲热讽下混出个样子来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成名之前他穿梭在各剧组跑了十年龙套, 而然面对一些言论他也没有, 因为圆脸去整成锥子脸, 凭着一股子拼劲, 用实力告诉人们。 农民怎么了? 圆脸怎么了? 老娘就行了。 感叹号。 打脸依重增看不起他的那些导演和排挤他的人, 所以说。 银宝最美的作品就是他自己。 两年的婚姻生活让他更加清醒, 别人用什么眼光看他不要紧, 主要是自己怎么看自己, 认清自己才能活得更精彩, 真实不做作, 果敢坚韧的他, 面对离婚, 该哭的哭, 该伤心的伤心, 即使前方是一条血路, 也不选择将就的人生。 很庆幸他走出来后活跃在大众视线里, 带来更加精彩的《谁是凶手》和即将播出的《幸福到万家》。 不难理解为什么银宝成为《幸福到万家》的第一人选了吧, 导演的眼睛是雪亮的。 演艺圈从不缺美女, 坚韧清醒的女子却不是很多, 赵丽颖就是那个美貌外柔内刚的女演员, 突然感觉和幸福这个角色是在以她的真实经历带给大家最好的作品。 虽然故事不同, 但传达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相通的, 期待更好的银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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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